7年前从台北来到花莲光复 大新春栽种管理近8公顷 蒸奇果树园的陈先生 有鉴于园区黄皮果结石累累 为了回馈地方也关怀社会的弱势 特别结合其乐果园园主王武奇 开放低收入户家庭预约免费裁果 提供大家尝鲜 黄皮果树结石累累 园主开心栽财的同时 更要将这份丰收喜悦化作爱心 分享给社会弱势 7年前园主陈先生从台北 来到花莲光复杀新春 开设蒸奇果树农园 在园区内也种下约120棵的黄皮果树 目前正值黄皮果产季 园区随处可见黄色小果成串悬挂在树梢上 果实吃起来酸酸甜甜 除了鲜食也可以制作成果干 或者作为药用 及洗法护法原料用途多多 它吃起来就像葡萄整串的 那里面有植也可以吃也可以不要吃 那它的长相就是像荣原 有点带黄色 所以它叫黄皮果 据说它里面的种子 是要的里面的所有成分的其中之一 非常吸引人 陈欣元祖为了回馈地方 特别结合奇乐果园 元祖王武奇合作 开放乡亲民众预约彩果成线之外 并且也开放低收入户家庭 免被入园彩果关怀社会弱势 陈先生他有一个好意 就是说把好的东西要推广出去 那必须也要让每一个人都尝得到 像中低收入户的话 我们进园采收的话就不收费 黄皮果树主要是分布在中国与缅甸 近几年台湾西部以及南部 也有农民投入生产 现在东部光复大新村 也有黄皮果树园 头一次量产 园主也不尝私 开放柴果分享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先预约尝鲜